狗哥那就是對歌王有期待嗎? 要哪吧?要哪吧? 我是覺得... 要吧? 我覺得那就隨性啦 說書心底話!不要在那邊 今天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對啊 有感應有感應 就是那個... 其他人不好意思啊 要把小太回家就對了 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之前 一定先送你們回家 怎麼樣? 我其實 其實我剛才有講,其實就是 因為我本來對金曲獎或任何因為 其實我都是比較隨性的 就是我不會特別熱衷或者是說 好像拿了就很驕傲 然後不拿就很賭籃 就其實我就不是那種人 對,然後可是就今年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有一個 強烈的慾望就是 干好想拿奖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就觉得 如果拿这个奖 可以证明一些东西 或者是打破一些 什么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就让我拿 就是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是认真在写歌词的 就是之前也入围过好几次嘛 可是都没有拿到 对那我一直觉得 其实我歌词是写的不错 所以其实这个奖 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有点意义 很重大 那你超想拿奖 你有做过一些什么 加持的那个 那如果你超想拿奖 其实也没有 我只是讲超想拿奖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样 啊 那女儿 你出门的时候 女儿有没有跟你说大气 她说赶快回来 你的抱抱之类的 爸爸不要太快回来 他回照片回来 没有其实 我觉得就是怎么想 我觉得很神奇耶 就是 就是前几天我滑手机 就有一个那种 算塔罗牌的 他就抽我那个牌 没有没有我只是就 好玩就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蛮准的 他就说 他就说我对奖项有期待 但是不热衷 因为在心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什么事 就是我女儿生日啊 哦 那我就觉得一切就是那种安排 就是怎么可能那么刚好 今天进去想又是我女儿生日 所以我就今天就觉得 今天一起床就觉得 就觉得有事情会发生 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 有感觉有感觉 有没有先庆祝啊 对啊 帮女儿送什么礼物吗 没有没有 我今天要喝超醉才可以 哈哈哈哈 等一下不知道工作 对啊 等一下 等一下还有要表演 没差那个乱唱啊 啊 乱唱啊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了解的 狗哥那就是对歌王有期待吗 要哪吧 要哪吧 我是觉得 非法 要吧 没有没有 狗哥 我觉得那就随性啊 因为其实 说书心底话 不要在那边 哈哈哈哈 天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对啊 有感应有感觉吧 有感应 就是那个 其他人不好意思啊 哦 要把小带回家就对了 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之前 一定先送你们回家 哦哦哦哦哦 不要这样 没有了开玩笑 你们到时候都喜欢乱下标 一说我呛 然后什么啊 没有没有 我很随性 我不要恨你 不要恨你 那我们一起去Lexy 看你表演 那个好玩的是在Lexy之后 哦哦哦哦 对啊 那我们去 没有没有没有 不能够想 这不能够想 我们去happy的 对啊 等一下跟小娜联络 我等一下可以小朋友 不醉不歸 今天不醉不歸了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哥哥 高興 讚啦